HELLO Hello 我是廖允潔 今天教大家一些基本 我平常在運動前會做的暖身動作 因為其實在這次參加群衣運動會 我的左大腿不剩在某一個田徑項目 然後把體育給拉斷 所以在整個復健過程當中 其實除了看醫生之外 醫生回到家裡 他其實也是建議我可以在家裡做一些 不管是暖身或是收操的一些動作 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些我私底下 比較常去做大腿的一個伸展的一個動作 第一個 我先找到一個瑜伽墊 然後呢把你的雙手後撐 如果要先拉左腳大腿的話 可能這樣子一個姿勢 穩定好之後把大腿往下壓 左大腿的部分有沒有看到 我會明顯地把它往前往下壓 然後拉到你覺得不能再拉了 就先停在這個地方 大概十秒鐘的時間 那這個過程呢 如果你覺得有點不舒服 有點緊繃感 其實不要到痛 都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忍耐一下 那就是過程可以用呼吸的方式來調節 結束之後呢 我們在做換腳的動作 提搖右腳部分 穩定好 身體 往前壓 然後記得喔 在過程當中 腳不要打開來 與肩同寬 然後維持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打開的話 其實你的肌肉在做延展的部分 就不會有那麼明顯的效果 那如果說你希望再更明顯一點 就可以再把雙腳往前 那記得要併起來喔 一樣都不能打開來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喔 第二個動作呢 我要你的右腳 像我現在的右腳 跪在地上 成一個高跪姿的動作 把你的右手呢 伸在地上 身體往左翻 把你的右腳拿起來 這一個動作 把你身體往側面打開的時候 除了你的大腿前側之外呢 腳背的部分 還有腳背的部分 其實都會有一個延展的感覺 一樣10秒鐘 然後呼吸 好了 只要記得切勁 不要把手快速地放掉 因為你腳可能會彈到地上 然後撞擊 這樣子的話 你其實有可能在你力中 就能受傷了 所以說 一開始呢 就可以慢慢地放掉 一樣翻腳 好 記得喔 你的右腳在前側 讓你的左手 身體呢 就要從另外一個面去翻 身體要把它挺起來 不能做骨背的動作 然後把腳夾緊 一樣10秒鐘的時間 好 好的 現在第三個動作 把你的屁股呢 像我這樣子 坐在地上 然後一樣不要脫背 把你的腰桿挺直 緊接著呢 把你的左腳 放到你的右腳上面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就往下壓 讓你的身體去跟你的腳 越來越接近 感受到你的大腿外側 會有拉的緊繃的感覺 一樣 不要讓自己倒痛 10秒鐘的時間 時間 然後到點之後 就停住 50秒 呼吸 呼吸 這個動作也適合在收操的部分 那可以的話呢 盡量把你的股關節打開 那怎麼打開呢 其實就是把你的膝蓋 沒有往前 後 壓 停住 好的 回來 再放上換腳 一樣去拉 好的 結束之後呢 剛剛從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可以再循環一次 那 我覺得大腿的部分 應該會充分的放鬆跟延展 在做運動之前 和之後 都可以做到適度的放鬆 希望跟大家分享 有幫助到大家